今天我們來到台北市的成功高中 今天我們就要帶大家來看高中生對於俠義有什麼看法 Check it out 你覺得俠的定義是什麼 人意加上勇氣 正義有擔當的人 對 超強超熱心超帥 對 他風吐翩翩然後形式光明震盪 對 以暴力取勝 拳頭加上拳頭再加上拳頭 光加勇氣 然後再加上冷靜的思考能力 人加假 送頭 為什麼 因為就是第一個被殺的 第一個被殺的 就叫送頭 對 定義就是要認住人 然後低調形式 然後不出風頭吧 那個俠就是要穩定社會 然後去讓社會和平一點 不要出太多事情 但現在的社會真的是 媒體亂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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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於民間的感覺 去幫弱勢族群或捐款之類 可能比較多人沒有工作什麼 或是比較需要幫忙的時候 就需要俠的幫助 其實是只要是人 都會幫助你 只要你們幫助別人 都有本錢去當作所謂的俠 我們就是直接就直接爽著 我就不說是誰對不好說 我們不能明講 我覺得我覺得我可以 就是馬短這樣 我覺得我覺得我可以 就是馬短這樣 我覺得我覺得我可以 就是馬短這樣 因為現在大家都是 不關心別人 就是很漠視 政治人物啊 或者是那些大人啊 時常都會跟你講說 你以後長大 不要在那邊幻想 你就找份工作 好好當就好了 因為我老了 所以心中的俠就消失 他原來託人 自己的力量不夠大 發揮正義感 可是就會有時候 會把事情搞砸 所以這時候大俠的魂就不見了 謝謝 送頭 為什麼 因為就是第一個被殺的 第一個被殺的 就叫送頭 對啊 就覺得顧自己就好 就是沒有想要去幫助他人的那種 俠義的精神 我覺得 正義魔人 他做的事情 跟俠 有點像 他們都是伸張正義 但是 正義魔人 他有時候不知道 事情背後的真相 可是還想效應 我們的俠就 消失劍 現在耍劍 比武劍輕鬆太多了 現在 耍劍 現在應該 很少人在練 劍了吧 很少人在練武功 對啊 但是現在的 沒人都有一張嘴 對啊 武劍算是比較 高善 然後耍劍 論是非就是 耍耍嘴皮而已 以前可能會 因為一個 閃失 然後劍就揮到了 但是現在 心口直快 所以很容易傷到自己的心 以前是肉受傷 現在是心受傷 我想要當小飛俠 小飛俠 對 因為他好像是成功 某個 聽學長說 某個很殘疾的老師 對 六 神雕俠吧 聽起來很帥啊 因為 蜘蛛俠 因為就是 可以幫助身邊的人 他又可以跑來跑去 施俠 施俠 為什麼 因為我本身會聽一些 饒舌歌手的作品 然後 不管是中文跟英文的 他們有一個東西叫做 學院派 那學院派的饒舌工程 他們會把詞 寫得很精湛 然後裡面會加入很多 很多很棒的信用詞 然後 他整體來說 你聽起來 你把詞 研究起來會很像一個詩一樣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可以去發展的一個部分 大包俠 大包俠 為什麼 因為 我很大包 你很大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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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